為了回應中國 在南海爭議地區持續擴張勢力 美國和菲律賓決定是要深化合作 來擴大聯合軍演 預估這次軍演會從二十八號 一直到四月八號 距離臺海並不遠 總計是要動員九千一百位的士兵 來參與進行陸海空三軍演習 也堪稱是兩國在三十年以來的 最大規模軍演 手牽手肩並肩 美國駐飛大使館臨時代辦 與菲律賓參謀總長 為聯合軍演揭開序幕 為了回應近來 中國在南海爭議地區擴張勢力 美方與非國宣布 擴大聯合軍演規格 且距離臺海不遠 預計從二十八號登場 一路持續到四月八號 為期十二天 取名為肩並肩的聯合軍演 將動員五千一百名美國士兵 和三千八百名菲律賓士兵 堪稱是三十年來規模最大 演訓項目包含陸海空三軍 會在旅宋島北端進行兩棲登陸和海岸防禦訓練 而美軍也會出動航空母艦和攻擊艦 展開海上安全行動 船身抖大字體寫著中國海警 本月初菲律賓海岸防衛隊通報 中國巡邏船靠近南海黃岩島 飛國隨即出動巡邏艦驅離 緊張局勢一觸即發 雙方船身距離最近只有十九點二公尺 中國對黃岩島及其附近海域擁有主權 對相關海域擁有主權權利和管轄權 中國外交部聲稱對於黃岩島和其海域擁有主權 因此海警能在海域巡航執法 但菲律賓指控中國船隻已經違反1972年 國際海上避碰規則公約 公視新聞我們本編譯